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为残障人士 萧黄奇深深理解父母养育他长大多么辛苦 一直不忘对父母敬效 萧黄奇透露 父母会将所有的存款交给他管理 他还开玩笑表示 自己还会像银行一样给父母利息 如今 正逢特殊时期 萧黄奇的演唱会规模比以前缩小不少 但歌曲数量和表演质量丝毫不减料 呈现出一场诚意满满的演出 虽然萧黄奇已经在华语乐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但他依然对事业怀着一股冲劲 从不降低自我要求 前不久 萧黄奇在宣传新歌时透露 他曾尝试用断食法减肥 连续七天只喝风糖浆和水 受了整整十惊 萧黄奇从一个年幼双目失明的残障人士 到如今成为一代盲人歌王 萧黄奇的成功 离不开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6年 萧黄奇带着先天性的白内障出生 他来到这个世界 却不知道世界的模样 四岁的时候 他接受了眼部手术 开始可以看见朦胧的大千世界 他可以和启明学校的弱势同学一起打篮球 如正常人一样生活 可上帝似乎很喜欢开玩笑 高一的一个下午 他和同学在专用篮球场玩着篮球 他跳起来抢篮板时却发现 原本很大的篮球变成了小黑点 世界变得昏暗 他伸出手却再也接不到任何球 幸好 他读的是盲校 因为他经常走路撞东西 老师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老师努力地给他开导说 其实你可以透过看不见的生活来学习怎样生活 怎样找到属于看不见的信心和力量 眼睛无处不在 他用一年的时间来让自己沉淀 学习盲人该学习的一切 当明白所有的悲惨都已成定局的时候 他开始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不管他处在什么样的情绪里 始终陪着她的是吉他和那些饱含情绪的音乐 当然 让他对生活充满希望 还少不了他妈妈的鼓励与支持 肖黄奇后来在节目上说 念书的时候 他是我第一个点字的老师 古高中时 也由妈妈骑车载着他到工地秀等场合表演 妈妈还买单肖黄奇当时想要的昂贵半场机 肖黄奇说 只要我想去做音乐方面的事 他都会帮我去完成 这让你会有更多的信心去面对你未来的生活 肖黄奇每天都有早安报备的习惯 会先和妈妈通电话后才展开一天的行程 他透露 前年肖妈妈因肺积水急性休克送医院 手术后一度昏迷 住院近一个月 那种心情就是 任何可能你都会去试 求神 问补 什么庙都拜过 只要他能够醒来就好 而妈妈醒来后第一通电话 居然是叫他带自己回外婆家 当时肖黄奇吓坏了 因为外婆早就过世了 妈妈却忘记了 幸好肖妈妈的记忆逐渐恢复 他才终于安心 为了报答妈妈的恩情 在妈妈70岁生日当天 为他打造了一条价值30万元的金项链作为生日礼物 一个天生患有白内障的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一家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实属不易 支撑他一路走到现在的 除了肖妈妈的鼓励以外 也离不开他对音乐的热爱 自从肖黄奇失明后 他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 在盲人学校读四年级时 肖黄奇开始接触柔道 希望能够锻炼自己 此后 他多次代表台北参加柔道比赛 1990年 他还获得北京亚残会的柔道铜牌 虽然在柔道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但是肖黄奇始终放不下自己的音乐梦 妈妈也十分支持他 在老师和同学鼓励下 肖黄奇参加歌唱比赛 就在这一年 他获得第八届残障人金顶奖歌唱比赛第一名 他忽然明白 自己抓住了老师所说的那无处不在的眼睛 2002年 他把所有的心思都写在一首名为 《你是我的眼》的歌曲里 那一年 你是我的眼 荣登金曲榜 一跃成为KTV排行榜的冠军 直到歌曲被林佑佳翻唱爆火 肖黄奇才走入大众视野 让刚出道的肖黄奇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 于最佳坐此讲 音乐成了他的眼睛 他曾否定过上帝 因为他的颜色只存在记忆里 可是 他终于找到了那无处不在的眼睛 让他看见了世界的光明 肖黄奇的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了台湾知名男歌手 2010年 一首有黄小虎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在KTV里感动了许多人 也唱哭了许多人 而这首《没那么简单》 便是肖黄奇为黄小虎量身创作的 这首歌也让黄小虎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肖黄奇和黄小虎相交已经很多年 多年前 肖黄奇的爸爸为黄小虎家做装修工程 他把爱唱歌却无处施展才华的儿子介绍给黄小虎 听过肖黄奇的歌后 黄小虎非常欣赏 带着他去很多PUB助唱 说服那里的老板 让他有了工作机会 在那段时间 小虎会鼓励安慰他 他们常常在一起相处 他会开车载他去自然美丽的风景区 去人比较少的地方找一些美食 小虎会告诉他 这里的山是什么样的 他吃的蛋糕是什么颜色 什么形状的 会告诉他 这里的风景多么的美丽 小虎用他的眼 让肖黄奇的世界绚烂起来 肖黄奇和黄小虎私交很好 自然知道黄小虎也渴望一段真感情 可是 时间的魔力又让他时常发出 男人是不可靠的 一个人生活着也挺好的感慨 于是 肖黄奇以这样一种心情 为黄小虎写了这首 没那么简单 真实地写出了黄小虎的心态 也写出了将近三十岁女人的心情 正如肖黄奇所料的那样 这首歌在黄小虎真性情的演绎之下 席卷了华语歌坛 黄小虎是他的另一双眼睛 没那么简单 这首歌便简单地把他们送上了事业的高峰 肖黄奇从不介意别人叫他盲人创作歌手 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 可是 心里很坚强 很清晰 他是用耳 用心去感受别人的感情 所以 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从小到大 从家人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有许许多多的人都给了他无私的爱 他把这些感激化成歌声 回报给所有的人 他用他最擅长的创作与声音 给大家述说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从初到开始 肖黄奇凭借他充满真情的音乐 年年入选金曲奖 2008年 2010年 分别夺得金曲奖 最佳台语男演唱人 而他创作的专辑 真情歌 获得了最佳台语专辑奖 拿奖的那一天 他身体不是很好 并没有专心听主持人讲话 直到主持人念道 接下来要颁发闽南语的金曲奖项 得奖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肖黄奇听到全场的人 包括其他明星的歌迷 全都叫着他的名字 接着 主持人真的就念出了肖黄奇三个字 当时 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却看见了无数双支持他的眼睛 这一刻 世界就在他的眼前 肖黄奇 肖黄奇始终记得老师对他说的那句话 你要找到那看不见的自信和力量 这些便是你的眼睛 现在 他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世界了 因为有许多的眼睛支持着他 肖黄奇 因为双目失明 很多普通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小事 他都需要多花几倍精力才能完成 肖黄奇为了录制演唱会宣传视频 小鹿一手用打字机盲打的技能 除了打字以外 肖黄奇还拥有许多盲人很难掌握的技能 因为他的眼前曾出现过短暂的光明 盲人歌手在娱乐圈闯荡十分不易 索性肖黄奇的身边总有好心人相助 2017年 肖黄奇在发布会上感谢经纪人莉莉姐 管理工作的同时还照顾她的生活 甚至愿意帮她在洗手间冲水 45岁的肖黄奇至今未婚 2015年 黄小虎在综艺中爆料她很会交女朋友 且有一段恋情正在萌芽状态 在主持人的追问下 肖黄奇透露 她和一名女助理属于恋人未满的关系 对于爱情 肖黄奇一直保持着随缘的态度 她曾笑称 选女友的标准就像挑玩偶 因为看不见 所以便追求手感 肖黄奇爱好收集毛绒玩具 家里有一面定制的展示柜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 就如肖黄奇写给黄小虎的歌里所唱的 相爱没那么简单 但她从未因盲人身份放弃对爱情的憧憬 多年来肖黄奇带领势力障碍乐团走遍台湾 为和她一样的盲童们带来演出 还经常去往监狱进行公益演唱 用自己的歌声和亲身经历为他们送去温暖 她的行动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被评为台湾时大杰出青年 肖黄奇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坎坷 人生轨迹上布满了被命运打击后的伤疤 但她总能凭自己的努力 把一切坎坷挫折变成奇迹 如今她事业成功 一家人过得幸福 最后 祝愿肖黄奇早日找到能陪伴她 走完人生下半场的那个人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